然後副再切回去篩選 篩選然後取得資料 優標放A1然後砍充SHIP向右向下 把金融的部分貼Copy 切過去 切過去然後貼上 調整一下 NAS有沒有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我讓他全部跑完各位可以看到全部跑完 有沒有全部跑完了 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把這個數字改成5的話 會不會變成產品呢 會變成產品 改成12的話呢 假設你可以12的話是客戶名稱 他就變成客戶名稱了 所以改成3的話那就變成業務了 也就是說我們那個menu有沒有 你就是變動一個數字就可以了 那不是最簡單所以 最後還是要歸納出來有沒有一樣的地方 那為什麼會有sales跟range的差異 主要就是說你給數字 那就可以變動 不然你給有的給4有的給D的話那不通 所以 而且而且麻煩 那如果你一致性都給4的話 那就可以完成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完成的畫面 因為我們前面這邊有先我是先跳過資料庫了 因為我好像同學只要講到資料庫 就頭比較大一些 所以我暫時先把它跳過 暫時跳過啦 不過我覺得資料庫 對於食物 就是說呢 一般食物上面用到的機會很大 那 主要大 我一直強調 那但是這個還是比較瑣碎 不過我們暫時跳過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的 完成畫面 也在這裡了 快速分類加個底線產業別 那實際上就是1234 其實這邊 這邊好像我掃圈的 這個也有 Fill的就是 你要 去 Filter 你要篩選的Autofilter的那個Fill的這個要改 所以這邊也要改 反正只要看到C就把它改成4 所以會有12345 6個地方 還有加這個就完成了 試試看好了 產業別部分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 數字改變 然後 好 好 好